你去吧 所以说我们要睡一块儿啊 相就一下吧 这样 你住北半球 我睡南半球 这个呢 是赤道 嗯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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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夏 干嘛呀 做噩梦啊 你知道吗 你改变了我 很长一段时间 我一直觉得人和人相处就是勾心斗角 只要找到合适的人 感情是不重要的 可是如果摘掉面具的我 其实是一个 孤独敏感的人 你还会留在我身边吗 如果人和人是纵横交错的轨道 我也想跳到你那条轨道上去看一看 因为我害怕再也见不到你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值得拥有的人 别这么说 你是我建构最棒的老板 对我来说 你就是千语千雄小白龙 可以帮助我找到自己 所以你是最棒的 要自己去做事吗 你也不客气 你一定会找到那种 太高了 第一个小生 你怎么会有这样 我会找到自己 那喝的 我 因为你没想到 我能够找到你 你的海 树栋先生 为什么人要活得这么痛苦 一生都在纠结中度过 生活中大多问题 都不像数学题一样 只有唯一的答案 他处于中间地带 如果做了是错 不做又是错过 红小道 其实你不用纠结 因为纠结也没有用 在选择纠结的时候 就已经选择了错过 明天我们可以看到日出 就是这样的事情 阿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两点多 原来你熬夜得这么晚 日出了 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你在一起 我曾经以为自己再也无法轻松地活着 谢谢你 今天我看到了日出 我的生活又开始有了霞光 我会永远记住今天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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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分出两条路 而我选择了人计更少的那一条 从此决定我一生的道路 虽然那天清晨落叶满地 两条路都未经踩踏 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 但我知道路径绵延无尽头 恐怕我难以再返回 就有这一条路 百分之后